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香港的疫情非常嚴峻 每天確診的人數不是超過100都接近100 而且最牙煙的地方就是不明源頭的個案越來越多 顯示傳播鏈已經遍佈港狗新界 不是什麼跳舞群組、地盤群組 究竟是怎樣回來的呢 傳播 今天來講似乎已經去到一個失控的地步 當然你說相對於歐美國家來講 香港暫時都是好 每天都是百多鐘 但是不同的地方 香港人其實是非常之聽話的一班人 今早早林鄭就找那些 黃區很多人留 就說一定要做很多的限制 其實大家都知道你在香港 幾乎百分之100 沒有百分之100都得到99.9% 出街任何地方都戴口罩 你不要說銅鑼灣灣仔旺角很多人 其實如果你說多人 你早上去搭地鐵 繁忙時間你要知道那個人的情況 那個擠逼的情況 你不要說什麼一米半的 社交距離 一寸半都沒有 大家人逼人 但是全車人是戴口罩 幾乎不說話 這樣 就是我們那種 防疫的意識給歐美國家的普通的市民 是高很多 但是都有這麼多的確診的個案 大家問 原因在哪裡呢 這個不說自明 其實就是來自 特區政府的 打關不嚴 那個關就是關口的關 我都問過醫生 究竟 什麼人是免檢疫 又免檢測的 免檢測就是入到來 完全不用查 免檢疫就是十四天免去 是什麼人來的 那些專家說 我也不知道 其實那幫人是什麼人 每天有多少的人數會入 大家都是不清楚的 這個就是 我們會做了很多很嚴厲的約束自己的措施 但是 關口不是我們把的 是特區政府把的 和我們 我們是無能為力去做的 我們自己是能夠照顧到自己 令到自己自身安全 和別人的安全 是僅此而矣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作為一個納粹人 我們做了我應份做的事 其他就是交給 這個特區政府高薪厚六年 都可以加薪的官員去處理 但是他處理不了 處理不好 就是我們的埋單 今天宣佈那個 加緊的防疫措施 就是過兩天之後就生效 10號之後就正式生效 包括什麼呢 其實都 令到很多 經營者都是很閉毅的 這個是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不是 就是在目前的環境下 你又不可以 完全不應 它 或者是不遵守這些法律 如果不就能拘捕 12月10號起會做什麼呢 包括 食肆的堂食 去到6點 去到6點 晚一點都不行了 換句話來講 就是沒有了晚市 你晚市可以 外賣也可以 但是外賣和堂食是兩回事 酒樓 很索性就是 6點之後就不做了 收工 叫人早點回家 可能人工又省了 電又省了 宴匯的人數就是減到20人 這個根據這個599F 就有13類的廠所是暫停營業的 包括健身中心美容院 按摩院 體育廠所等等 然後二人限聚令是繼續生效 還有就檢疫時間 14天 過往就是部分個案在12天的時候檢測就會確診的 所以呢 盡量控制到外房輸入和 於是政府將這個完成14天檢測 強制 是 在第19天 和第20天再次檢測 確保 極悍的情況下 病毒潛伏期 如果是超過這個檢疫期 都不會有漏網之餘 你不要說這些漏網之餘啦 不如你告訴我 究竟 進來有什麼人是免檢測 也都是免檢疫的 更好 什麼漏網之餘呢 林鄭今天說 會進一步壓縮公共服務 維持緊急 和必要的服務 給更多的公務員在家工作 也都呼籲私人機構 給這個員工 work from home 那 究竟的效果是怎樣啦 這個你看得到是 循環又循環的 循環又循環不適 第一波 完了 好像有些很嚴厲的措施 然後第二波又出來 放鬆回第三波 其實我想問大家 就是 人全人都是有個源頭的 一定是有個源頭 才行 如果你 不能夠堵塞了這個源頭 問題是永遠解決不了 現在大家就等運動 等疫苗 英國就最先打的了 這兩天就打了 好像英女王 就是新鮮事出 試打 不是試打 是真打 就是安國民的心 英國最快 英國就拿了美國的藥 拿著美國的藥 即輝瑞那隻 包安Tag那隻 那隻其實都 挺糟糕的 那隻要負70度 差不多是 乾冰 就是這個固體氧 那個度數呢 固體淡的度數呢 然後才能夠 保存得到 所以運送等等都是很大問題 英國首先用了這隻 他自己劍橋那隻 就暫時好像有少少問題 未用得住 美國就疫情是非常嚴峻 反彈 有些的州份也是做這個 封鎖的lockdown的措施 所以如果要這些疫苗 縱使 第三階段 的試驗已經結束了 初步是覺得安全了 是可以在大區沒有人那裏接種了 你想一下 什麼時間才會來到香港 今年的春天都未必得 應該這麼說 明年的春天都未必得 可能可能要 去到明年的夏季 然後才來到香港可以全面接種 除非你接受這個中國大陸的疫苗 那個就是兩碼子線 換句話來講 這種循環的情況 起碼我們要捱多一季到兩季 就是說是捱多 最樂觀的估計是三個月到半年 半年都未必得 如果要全民打散 可能袁國勇說 去到年尾才有機會全民打散 問題就是 這種反覆的情況 香港人還能夠忍受多久 疫苗生生生生生是生效 好用 就由自可 現在都未搞清楚 究竟是多久再打一次 打兩針 然後就維持免疫的能力 究竟是 一年啦 還是要半年呢 一年要打兩次 還是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 香港人呢 我覺得這種 這樣的折騰 本來 就是在這個 東方人 我們香港人那種 守法 守紀律 自我折制 戴口罩 少出街 就是 按得久 要出去走一走 都是戴著口罩的 出去吃市 吃東西的時候就脫 吃完東西就馬上要戴回 的情況下 我們都受這些罪 原因 只有一個 就是容官害了 累了我們 容官害了我們 其中一個容官 總之 這支手呢當然是說 陳肇始 當然陳肇始 是不是 100% 應該負到窄呢 當然 都不是 今天就有個新聞 說陳肇始 出來開記者會 戴著口罩 就被記者發現到 反轉了來戴 什麼叫反轉來戴呢 其實呢 戴白色的口罩 兩面都是白色 就很欺人戴 是 因為怎麼叫欺人戴呢 就是 究竟我是應該這樣戴 還是這樣戴呢 有些人就是看 那條戴 就是那個 貼著那條戴 向出 向入 有些人就說 當然 向入 一般的 藍色 有藍色的口罩 一邊深色 給淺色 那條戴都是向入的 現在 這條戴 正應該向哪邊呢 所以 是令到人家 有很多的疑惑 好了 今天 陳肇始 戴法 就是 他的戴是向出的 但是 他的風琴位 就是向了上面 即是他是這樣戴 OK 這樣戴 這樣戴 他的風琴位 風琴位向了上面 看到嗎 向了上面 我告訴大家 今天被記者發現了 這樣戴是錯的 我都是 初頭的時候有時候都有機會錯 白色的口罩兩邊一樣色 風琴位應該是向下戴 向下 這樣 這樣戴就對了 這個口罩就是香港萬寧買的 所以 萬寧那兩個字 就 就是這樣看 容易認 他向外面 如果反過來就這樣 但是有些是沒有字的 風琴位向下 這樣戴 陳肇始就剛剛 反過來戴 好了 這個不要浪費了他 應該是用來出街用 我想說是甚麼呢 就是被人揭發了 說你的口罩都調轉了 那些記者都很眼淚 也是常識來的 調轉出來戴 陳肇始就 一聲都不出 一點都不會回應 根據這個傳媒 這個 現場 就是這樣報導 說這個加勒措施 收緊這個社交距離 食肆 六點鐘就禁堂食 有些廁所禁足 這樣 那就立例 或者立例下令那些檢測人士 等候 結果期間 是不准到處走 那他交代的時候 被發現 反轉戴的口罩 英文字幕都反轉了 陳肇始就沒有回應 陳肇始就沒有回應 亦都沒有換新的口罩 直到這個記者會 完結 步行離開的時候 傳媒出問他有沒有戴錯 他都沒有回應 在記者會那裏 有些網民看到 很多觀眾關心局 局長的口罩是否前後反轉了 那你知道 直播在Facebook裏面 那當然有人問 身邊的那個常任秘書長呢 陳重青看了一眼 然後陳肇始就摸摸下巴位 有點惡言 然後他繼續抄寫筆記 值12秒 有些手足無措 回答這個記者提問之後呢 沒有回應到 是不是反轉了口罩 然後 好遠了就匆匆離開 局長為何自己戴錯了口罩 你都不回答 會不會擔心影響觀眾或者有 病毒的風險 一言不發 顯得尷尬 沒有等官員 就自己離開了 或者你們會問 為什麼那麼認真 那麼有介紹去評論 陳肇始 戴錯口罩 陳肇始做錯事 有什麼奇怪 陳肇始就是有兩個身份 一個身份就是 他負責 我們的身體健康 我們的醫療 他是一個局長 他是一個 政治任命的官員 另一個身份就是一個 護士 也是一個護士的教授 在這個護士後裏教書 兩個身份都很重要 這個 做這個局長 就是一個政治任命 他就是在抗疫的工作裏 某程度上 不是總指揮 都是指揮重要的成員 所以他的表現 他的形象 等等 都是 令到這場 抗疫的戰爭 成功的一個原因 大家不用說了 他的形象 你會覺得他很不專業 就是好似 整天都好像夢遊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他戴上口罩 大家就會問 一件這麼小的事 你都會做成這樣 大家怎麼信得過你的決策呢 作為一個政治任務的官員 大家可能會問這個問題 護士呢 就更加是 你不要說我護士 去跟這個人的健康 去 醫病人 就是 會看著病人 有很多護理上的需要 不要只說 譬如很簡單 我做中學大學 讀的時候 在實驗室裏面 那個訓練 令到我們 這一類人 有些事情會做得很嚴謹 例如你拿一瓶 化學品出來 在櫃裏面 怎樣打一個蓋 怎樣倒 倒完之後怎樣 蓋上蓋 然後放進 這個櫃 原來的位置 然後拿遞瓶 就照常這樣做 這些程序 誰先誰後 是一定要一絲不咎的 做錯了 程序份量多了少了 都對實驗 結果會有影響 這個小事 會出現這個 嚴重的問題 產生毒氣 會爆炸 護士的訓練都是 相當嚴格 比我們以前 中學讀大學的訓練 當然嚴格得多 是吧 就是會是 因為 譬如你打什麼針 派藥 怎樣給病人 做什麼的治療 或者做什麼檢查 這個程序都是很重要的 這些data 是判斷這個病人的狀況 是不可或缺的東西 那這個程序 那個程序 是百分之百要驗 戴口罩也是一個程序 口罩這件事就是 大家都知道 它通常有三層 那個物料每一層都有不同的作用 有防水的作用 有這個病毒 有這個細菌 有這個 小粒的 這個 PM2.5 有些人這樣說 那些 過濾的 塵埃 不同的作用 每一層 女的 和外的 都有不同的作用 你將 外的打到裡面 就變成那個口罩 其實那個 能夠發揮的功能 是減到很低 那我想就有一個護士一定知道 是吧 那麼他是不是沒有做護士很久呢 我不想就好像有些小題大造 就說拿人家的 這個 戴上口罩 做大造文章 但是我就覺得 一頁之秋 一個護士兼一個問責局長 我想在這個戴口罩這個小問題裏面 顯示出一個 大的問題 就是 究竟我們的抗疫政策 為什麼今天 我剛才說了 搞到那麼多個波 那麼多波出來 然後就賴我們香港人做得不夠好 其實 很明顯他們把關不已 那麼 陳肇誌戴這個口罩戴到這樣 又不願意去回應記者提出來的問題 很尷尬 是很尷尬的 就是值得尷尬的 其實 做一個護士尤其是 一個普通的人 錯了不好意思 我都分不到 裡面外面都一樣認識的 你可能 含糊地可以過去 但是如果你戴上口罩 又不去回應 就顯示你 錯了都 不會去改 錯了都不覺得 需要面對 那麼你看得到我們的抗疫政策 水平去到哪裡 大家就會知道 這個 不是空口說的 這個看得到 就是說當我們的政府把關不嚴的時候 然後他們將責任推給香港市民那裏 說你們呢 有假期日出去了 這樣 接下來這個聖誕假 更糟糕 也都 林鄭很喜歡這樣比較 我們做得不好 不是吧 你看看外國 你看看美國 你看看英國 他們做不行啦 他們每日以萬計的人確診 死的人就多 很多很多倍 這種說法 這種我們叫做 詭辯 我都提過不止一次 東方人香港人對於那種 戴口罩的 社交距離的 自律比西方 好很多倍 你不要問為什麼 背後有很多文化的深層 原因 你接觸國外國人你就知道 死都不肯戴 有很多文化的深層 很難改 但是我們香港人 自問我們做好自己的本分 為何仍然 受一波二波三波四波的折騰 我們還要等 等到疫苗出來了 我們的疫苗 不知何時才 可以在每一個香港人的身體上接種 英國就率先做啦 美國還是有排啦 我們不知道 我們要等到那時候 才有機會 回復 我們的 這個 真正的香港式的生活 不過都回不了頭 在政治上是這樣的 無論如何 當疫苗未正式出來 當我們的官員 把關的做法是這樣的時候 當陳肇志連口罩戴錯的時候 我們唯有是靠我們自己 唯有是靠我們 嚴謹地對我們自己做出要求 以免驗到這個病 因為 最近這個病 其實 跟以前有一個最新的 這個尼泊爾病毒株 最新的情況 就是染了病的 年輕的50歲留下 或者50歲頭 算是這個青藏 出現 嚴重的病徵 要入ICU 是 越來越多 越來越普遍 有一個醫生現在在這個ICU裏面掙扎 問題是相當嚴重的 大家不要以為我刺著我們年輕 就掉以輕心 不理那些防疫抗疫的措施 折求多福 不要靠他 各位年輕人都是老的 以前就說老的就怕年輕人染了很快就好了 今天我告訴你 原來不是那回事 大家千萬要小心 好嗎 多謝大家我們暫時談到這裏 多謝支持我的patreon 支持我心底厚法的channel 再見